协欣中学由2011年2月25日 正式向教育局申请直资办学以来 协欣社群以至社会人士 也都相当关心有关的进展 来到今日 协欣中学校董会很高兴和大家宣布 我们已经正式接获教育局批幅 准许在2012年9月开始 以直资模式办学 校董会也都已经在2011年8月15日的 校董会议一致通过 接受教育局的书棉邀约 作为协欣中学的一份子 今日是一个重大的日子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们在整个历程当中 我们见证着协欣社群 是一个充满爱和扎善固執的社群 我们也都亲自体验了上帝和我们同在 愿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主 协欣成功新转直资 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纪元 我们来听听爱护协欣的她 有什么感想呢 协欣成功转直资 第一件事一定是要很感谢所有努力过的 校董、校长、老师、同学 还是我们救生 所有人我们都很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努力 这个不是一个结果 这个是一个开始 希望这一件事可以提醒我们所有协欣的妹妹 都可以继续的征义求职 在这么多人为我们争取了一个这么好的环境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继续努力 继续的协欣直资 顺着爱群 很感谢所有努力过的人 因为我真的很明白到协欣这个大家庭 是有多少爱 还有有多少人去疼我们这一帮社会未来的同僚 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 各位姊妹加油 YES 我得了 Mrs 我记得 我们当时在校长室 当时你还跟我说 协欣将来有点麻烦 然后可能要考虑一下转直资 当时我就想 嗯 又转直资 有很多事情要搞 然后中间有这么多风风雨雨 但是我们全部都经过了 走过了 然后我现在终于成功了 我们真的想跟你说一句 辛苦你了 我这个救生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帮到手 可以做的 就是为协欣祈祷 为你们祈祷 希望一切都可以顺利进行 然后现在真的很开心 现在已经成功了 我这个是一定会新的开始 我们将来只会走得越来越好 多谢你们 好感激所有人的努力 我现在这一刻的心情 其实是很兴奋的 但是我们要记得 成功申办直资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我也都很希望 协欣在未来的日子 所有人都会继续 秉承着协欣这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学会感恩 要感激校董会给我们的资源 感激所有老师的付出 同学之间互相帮助 以及家长的配合 我相信团结平等 协欣会做得更加好 虽然我身在海外 但我也知道直资这件事 预养了协欣很久 时至今天 协欣终于可以成功申请直资 是很值得开心的一件事 但是开心不代表我们成功了 这个只是成功的第一步 我相信协欣的老师 学生 校长 都会继续扮好教育 其实我很期待几年之后 回来 可以看到协欣的一个新景象 看到一帮师妹的一个新面貌 看到直资对协欣带来的好处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当然开心了 但是开心之中 我带了一份期盼 作为一个很 proud of 自己在协欣毕业的救生 我会希望协欣真的坚持到一直的信念 我们这次转直资 不是只是为了修身自主权 不是只是为了办学的自由度 而是真正用30%的络合金 希望可以提供一个真正全人教育 给各个阶层的学生 所以 因为我看回现在很多师妹都会问我 或者很多其他亲戚都会问我 究竟协欣是怎样的 我希望他们真正体验到 作为一个协欣学生 你不需要你从家里来的 或者你进来的能力在哪里 你只要需要专注在你协欣的成长 和享受那么多同学之间的支持 和团队精神 你不需要你之后 你都一定会记得 和你会很乐意地回到母校 做任何的一切 首先恭喜协欣可以得到教育局的批准 可以申请转成直资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希望学校继续去为我们的共融传统而努力 无论有钱人还是穷人 我们都可以在一个caring 有爱心 而且平等的环境里面成长 恭喜协欣 我希望你们来到 可以有更多的资源 去将所有的更好的学习环境 提供给学生 你所应承认的事 一定要做到 例如私生的比例 增加人手 甚至乎可能学费豁免 都要保持这些承诺 我相信应该还有很多挑战 和困难你们要面对 不过我知道你们协欣的老师 全部都是为了我们学生 很努力地付出的 加油协欣 Mr.Slao 恭喜 恭喜 我听到这个消息 实在太兴奋了 因为协欣成功成为直资的学校 很感谢你在过往一段时间里面 不停地围堵协欣这个家庭 努力 不停地付出 亦都相信你的付出 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 有少少的成果 希望协欣 未来的日后的日子里面 成为直资学校之后 提供更加好的教育 给学生的时候 能够让协欣的学生 都继续去发光 为社会贡献他们的恩赐 亦都令你在退任的时候 都能够收到一份很好的礼物 首先我要恭喜 恭喜协欣成功能转到直资 今次获批了 因为我知道 协欣有很强很充分的理据 去申请转到直资 在各方的努力 我知道老师 久生 或者相关的人 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今次终于收到消息 之道 申请成功批核 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要恭喜协欣 恭喜各位 不过我也有期望 因为始终做转做直资 是一个新的尝试 对于协欣来说 是新的做法 有些事情 我是希望 在新的机制之下 协欣能够保持到 原有一些好的质素 例如协欣是一间 坡实的学校 是一间不奢华 不浮夸 是将资源 用尽到学生身上 给到学生最好的东西 我希望成为直资之后 协欣仍然保留这些良好的做法 首先恭喜协欣成为直资学校 在这里 希望协欣都能秉承到 他的版学理念 能够优质教育 平等共享 希望所有协欣学生 都能够在不久将来 在不用担忧财政压力下 都能够好好享受协欣的所有资源 协欣 加油 我知道教育局批准了协欣 转做直资 我非常开心 我恭喜你的协欣 但希望你不要忘记 我们的协欣传统 和协欣 Spirit 协欣 hurray 我相信我会很开心 因为未来会知道 学校所有的资源 设施 环境都会更好 作为救生 我们都会继续支持协欣 耶 我想大家知道 前段时间 碼头位到有一个很勤力的哥哥 死了 他妈妈有一个单亲 女女在大陆 一个这么勤力的小朋友 其实就在我们这一区 如果协欣转直资之后 我不希望在这个区 环境很差的同学 那个会是一个女女 她是因为直资而进不来 这方面我是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是一间 很好的基督教学校 学校的坚持我是很敬重的 因为他们愿意 将三成的学费收入 是资助清贫的学童 如果有能力 希望社会人士多些帮忙 令到三成以上的同学 都可以进来 或者他们得到更好的培训 更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我们自己 和我身边很多同学 在六十年代 其实都是很基层很基层出身 是真是教育改变了命运 其实大家都是社会一份子 享受了繁荣的那个恩赐 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 我们怎样做好份工呢 大家都有份 就来令到这件事办得好些 对一个旧生来说 协欣如果能够被批准 成为一间直资学校 对协欣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一业 一个新的纪元 一个新的开始 对老师来说 就是说前面的路 是刚刚开始 会更繁重 更加是要对现在的学生 或者是将来进来的学生 和家长 是更多的问责在这里 所以 起的是协欣有更多的资源 令我们的学妹 是能够再进一步 去超越现在的成就 又不是悲的 你应该挑战就是 现在的老师团 现在的行政人员 他们将会是要接受更多的审查 亦都要做更多的企业化的管理 令到协欣是成为一个 另类的 和成功的直资学校 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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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女 靠你们了